64岁的李姓男子 45号下午被人发现身中多刀 倒卧农地 紧急送医人不治 高雄市警局人物分局货报 立即与刑大蒸汽队组成专案小组调查 锁定74岁的杨姓嫌犯 设有重嫌 案发4小时之内 在男子区将嫌犯具体到案 侦查队长陈嘉宏说 杨姓犯嫌 刑凶杀死李姓被害人的凶差 那经过这个漏夜的侦办追查 那我们目前依据相关的施政 那也不排除这个杨姓犯嫌是预谋行凶 那这一部分呢 我们会检举完整的施政 那由桥头地检署这件 我们来报警警察官 来建议申请寄业 警方表示 从监视画面可看到 嫌犯骑程的机车车牌用胶带贴上遮掩 所持凶刀 研判是嫌犯务农时所使用 全案持续扩大调查 并在讯后依杀人罪 将嫌犯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警广记者中医竹高雄报道